我們的貨櫃車鏈條掉了之後翻了 我們起碼要搞一兩個小時 才有辦法下橋了 橋上車禍現場忽然被撞出15公尺大洞 貨油機水泥碎塊掉滿地 鋼筋裸露扭曲變形 新北台一線高架三重路段 20號清晨5點多 林傑特司機從桃園載運36噸 種的巨型鋼梁要去台北工地 但據瞭解他竟還在實習階段 剛到新公司一個月 變成對路況完全不熟 甚至是第一次載運大型鋼梁 剛實習就是要教育 你沒有教育你怎麼可以讓他上路呢 不把人家周遭的人的性命當一回事 僥倖的心理 關係到公安各方面的問題 我覺得應該要加強職權信任 床後的連結車司機不只違規超速 沒綑綁牢固鋼梁 還坦承直到超重1萬公斤 警方也將他上銬以公共危險罪 移送遞檢署 進附訊後預知限制住居 而運輸行負責人 後續也到警局釐清案情 司機的部分 的確是我們培訓的各方面還有到位 整個道路塞成這樣子 我們公司也非常非常的抱歉 這一點我真的跟大家說聲對不起 我們一定會處理到 新北養工處出估修橋需要兩千萬 是否也將向司機及業者求償 該負的責任一個都跑不掉 這位皇軍呈光已新北報導 MING PAO CANADA 小巨古 可供 制的禮物 CARD 名字 明ohner 復兮 了 超 就 李 爲 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